年代向前看 向前看年代 大家好 我是李冠 今天是中華民國103年5月13號 我們看到這兩天 這個王建軒監察院院長 他卸任他說他人生最後悔的事情 就是要當監察院的院長 這是他一輩子的錯誤 那台灣社會 這個沈富雄 沈大佬 這個是基本上覺得說 建議這個馬總統 乾脆封存掉監察院跟考試院 那民進黨這幾天也表示說 考監兩院是台灣社會政府組織當中 最大的欄尾 最沒有用的組織 可是這個沒有用的組織很肥 最新的酬庸名單 包含了張伯雅跟吳錦玲 那馬英九總統 如果是拿個人的存款酬庸 這些人就算了 這一些考試院跟監察院 花的可是名指名高 中華民國現在中央跟地方 乃至於這個年金的潛藏性債務 合計是24兆 每個人要背103萬 本來這個組織早就應該改造了 這個台灣社會一年要花多少錢 養監察院跟考試院呢 也不說你不知道 一年要花45億 其中的人事費用恐怕是120億 然後這些人事費用以後他退休之後 還養老養到死 死了之後還有撫恤津貼 也因此考監兩院這兩個肥肢之 而且毫無功能的組織 跟這個重庸人選跟肥圈 早就應該砍了 這個封存考監兩院的背後 有多少不人知的故事 我們待會好好聊一聊 好 今天現場要請到六位特別來賓 第一個好朋友是沈富雄 沈大佬 你好 大家好 第二個好朋友是張說翰同學 大家好 張主席同學 大家好 好 助學衡同學 各位大家好 再來是這個公督盟的監督國會的執行長 張宏林 宏林好 大家好 再來是光晴 大家好 好 這個台灣社會其實早就應該認真檢討 像中華民國這種獨一無二 全世界唯一的監察院跟考試院 留在台灣政府組織到底有什麼功能 以每一年的預算來講 光是這兩個組織至少要花40多億 其中考試委員跟監察委員 每個月的人事開銷薪水都超過一千多萬以上 那這些人一旦當了考試委員監察委員 一旦他退休之後很抱歉 他因為有這個政務官的退服的優惠 那個優惠的退服年金也非常好 所以你表面上看到的數字是養這個組織一年45億 沒完沒了的數字是 每一批人選真正買單總金額搞不好都數百億 這些年來考監兩院買單的總金額不會輸給一座合室 我們先看一下下面這則報導 最後悔的一個位置就是監察院長 最後悔的就是我人生最大的錯誤 那麼到這裡來就要入監 現在不過開心一點 因為還有兩個多月就要出監了 又換另外的人要來入監 把進監察院用入監來比喻 王建軒出席院長再次語出驚人 但更令人驚訝的 恐怕是王建軒居然申請調查理副店與螞蟻公 質疑兩人為乘封議案官說施壓法務部 很多事情都很罕見 這沒有什麼好奇怪的 我想您問他好了好不好 我不便對任何委員的調查 我都不便發表自己的意見 螞蟻公聽來不以為然 畢竟他跟李副店在查監院秘書長 乘封一時早跟王建軒結下兩子 但堂堂院長查案報復 讓立委都看不下去 王建軒一個前程教徒 行事為人都有自己堅持 但之前就曾多次跟監委暴衝突 現在加上查案這一起 只能說王院長跟監委們 真的越走越遠了 記者台北 綜合報導 好 光綺這幾天王建軒說 他人生最大的錯誤是入監 當了監察院長 搞不好 這個國父孫中山地下有資 他會想說 他人生最大的錯誤 就是發明了全世界 獨一無二的監察院跟考試院 然後貨留子孫 危害子孫 載留子孫 這個載留子孫可不是我隨便亂說的 以民國103年的中央政府總預算來講 這兩個毫無功能的院會 一年預算開銷45億 其中王建軒他說他很後悔當院長 我們來看院長多少錢 考試院跟監察院的院長每個月領32萬 這個不算其他福利其他津貼 這是每個月32萬 副院長21萬 監委跟考試委員大約的行情是19萬 另外加上一大堆津貼 每人的年薪都是數百萬以上 所以蠻久總統提名張伯雅跟吳錦麟之後 為什麼大家覺得這個是酬庸的肥缺肥之之 這個是中華民國組織早就應該割清楚的欄尾 對 所以考試院再加上您剛剛講的監察院 是否該存備 實設多年來的一個議題 那最近有四個字可以形容一些名義高漲的一個呼聲 叫做可歌可泣 可是那個歌不是唱歌的歌 是可以歌欄尾的歌 那可泣是可以氣掉 不再說是盲腸 那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大家會檢討考監兩院的功能性 以及他們有沒有存在的必要 我們有沒有義務像剛剛林冠列舉的 花那麼多的公帑去養這些人 我昨天已經講過了 監察院因為要查案 所以他們就有配車 有司機 還有非常多的查案津貼 可是他們有沒有用在刀口上 有沒有辦出案子 這個是大家畫一個好大好大的問號 可是考試委員更勝 你知道嗎 有人跟我爆料 大家沒有去關注的 考試委員一年 從北到南他們還可以去監考 你去算算監考的那種費用 加一加是非常高的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這兩個院是不是在這一次的 所謂各兩委行動當中 我們是拭目以待 但是除了監察院功能不張 監察院功能不張 不是說他擺在那邊 蚊子院他就是功能不張 一定是人造成的 所以到底是現任的監察院院長 王建軒該值得檢討呢 還是他所批判的那個我們國家最大三個害 其中第三大害的那些監察委員 該整個被批判 這個是我們值得來檢討的 所以我看我舊報紙又上證了 這是上一次 上一次就是王建軒他被提名為監察院院長 大家注意看 下面那個副院長 審大砲 年輕又審刀了 而且大家封為審大俠的 就是我們在座的沈富雄在這邊 有人講說如果一個王鋼砲再加一個審大俠 那我們萬名有不辣 再加上當時候王建軒他捐出他的所有的退休金 我們看上面這個頭版頭 然後又把這個他任內 其實我們後來陸陸續續也知道 他又把他任內 當監察院院院長的薪水也捐出去了 所以大家就說 那真的是我們這個民眾有福了 尤其是他一上任就要打貪官 他自己也辦過案子 辦過那個八扭案 也彈劾了幾個重要官員 所以當初的評論都說貪官剉 剉起來的那個剉 百姓樂啊 捨亡其誰啊 雖然沈富雄被幹掉了 但是這邊還留一個王建軒說捨亡其誰 可是你看時至今日 他說他人生最大的錯誤 導視這六年 然後呢 別人也說他導視很多錯誤啊 譬如說他一再的當著那個女記者 當然有男記者在的時候 去教人家夫妻怎麼樣雨水之歡 怎麼樣生孩子 所以有金賽博士之稱 然後呢 雷玉琦我們都知道 這個軍方的一位司令 他加力娶親 動員他旗下的部署 這個案子其實送到監察院 是否彈劾 就王建軒還反其道護起來了 但是呢他反批監委 說這個幹不到兩年啦 就這個聲音大起來了 可是呢 監委也值得檢討 吃飽太鹹了嘛 這個這次影座簽 這位這個監委 也被大家批判說 你們當時候陰陰無事喔 你還到內政部查 我們現在離婚的有多少 那你事實上 你好幾萬件那個人民陳情的 沒有新聞美光燈的 你們辦不辦呢 還有更甚的就是黃世民這個案子 在司法上 當然通常監察院的彈劾 都是跟在所謂的司法判決之後嘛 你不能引導辦案嘛 甚至有些案子他要去強迫 就是像那個李宗睿案子 就有監委去強迫說 你司法院你要給我資料 那證據曝光 那司法人員怎麼辦案呢 那另外還有 這個就是我們講的 這個是一個表格的一個調查 你們到底做了多少案子 所以才有林安手上拿的 可歌可泣的這樣一個聲浪出現 但是呢 萬萬也沒想到 王建軒卸任之前 痛打自家人 那你要想他痛打 這個馬影公跟李富店 他們做得沒錯耶 因為當初陳鋒義秘書長 他把有161.5公分高的 那所攸關那個 國民黨黨產的資料 整個銷毀了 監察委員去辦他 而且彈劾成功 有什麼錯 除非你這個監察院 是國民黨的監察院 你為了護黨產 那王建軒那時候護 陳鋒義 然後打這些監委 然後呢他零卸任 然後那些監委也被幹掉了 包括李富店 螞蟻公 顯然就是馬英九 做一個黨主席 看到你這些作為 他也不提名你的嘛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王建軒凌去秋波 政治追殺 還要追殺這些監委 真的那沈大老你差一點點 跟監察院的副院長的位置 擦身而過嘛 那如今你是贊成封存 考監兩院的 我給你看一下 這個是老謝最近在臉書上 發表的文章 這個我們給觀眾朋友看一下 老謝是這一個王院長 第一時間講說 他人生最大的錯誤 我是當監察院院長 他第一句話就說 王院長你對不起 明脂明膏 我剛剛給觀眾朋友看過 王院長的明脂明膏 每個月的基本薪水30多萬 所以不算其他的福利 津貼 配司機 配這一個一輩子終身奉 連王院長將來往生之後 都還有撫恤的撫恤金 那這個都不算 一年是幾百萬以上的年薪 所以老謝第一句話是 如果一個院長毫無作為的話 一年幾百萬的年薪的 明脂明膏都不應該浪費 然後這個老謝狠狠痛批說 一個監察院的院長 如果是隨隨便便的亂酬庸的話 最後他的話是說 不如關掉算了 他的口頭禪是這樣 你看 林冠你看看 這就是口頭禪 凡事盡期在我 成敗歸於上帝 他的我 也是用於偉尊 這個上帝也不是一般的上帝 是他的定義上的上帝 所以他其實開始的時候 是想要做事 所以他現在說 我很後悔當院長 我講白了 我講一點密心 原來馬英九總統 不是要給他當院長 但是他是說非院長不幹 所以後來又悄悄了 結果他就變成院長 原本是你是院長 他是副院長 下面這段我沒接 但是我有補充說明 補充說明本來他是主的 他是副的 而且他開始的時候 真的是雄心勃勃 想要做一點事 比如說他就說 我當院長以後 我不坐公務車 我坐小房就好了 就廢了 但是所有的監察委員長 都要公務車 所以他就欺負了 他就欺負了 還有他開始的時候 不曉得院長依傳統不辦案 但是他當院長很想辦案 所以他就招了一批 他點名的 包括我在內 叫做諮詢委員 到監察院去開一個諮詢會議 只有一個題目 就是說我到底能不能辦案 我到底不能 那個結論好像傾向說 你既然過去都沒辦 你就不要辦 結果他還是辦 他辦了一段時間 但是當然也可以大家沒話講 但是他喜歡什麼案 他喜歡大案 還有喜歡高度政治正義的 跟綠營有關的案 所以像那個八牛案 他辦的三四個案 都是要清算扁朝內所有的耳鼻案 當然也沒有什麼效果 所以後來他就越來越 就大概灰心了 他灰心的薪水也捐了 但是他並沒有說好吧 老實不幹就降下來 他就順著就做到認清 這是現在他被人家批評的地方 那回到說現在清採員跟考試院 到底我們老百姓的名義是什麼樣 我認為現在認為這兩個院 可以廢或是可以封存 或是讓他功能完全失掉的 名義的百分比 我認為不會比反核差 一定我覺得你做個名義調查 大概超過六成 而且重要的是你還有那個核四 還有永和的反彈的力道 比如說工商界 但是這個反彈的力道很少 大概就是那些委員 我都不相信那些委員 自己都會反對的 所以我才有這一張 這一張封存件 考千兩院 我覺得第一行是體制內 體制內只要朝野兩個黨團協商 就是我們無限期的不行使同意權 你也不要講 你就那個議程把他擺在最後就好 每次都擺在最後 每次都不去同意他 他就自然封存了 但是那麼簡單 國民黨團敢做 而且民進黨團應該沒有問題 那天我們有紀國動 紀國動來這裡 他說你不要叫我去掛鈴鐺 得死人要掛不到 也沒有多少人可以得罪 我覺得這個關鍵在馬英九總統 馬英九總統只要點頭說 好 就把他封了 就同意權就把他擱置 我覺得馬英九一點頭 這個第一條路就過了 但是我認為馬英九不會 我覺得馬英九不會的話 並不是怕得罪那些委員 我覺得馬英九是一個保守 謹慎固執 認為武權憲法不能在我手中廢掉 如果在我手中廢掉 我如果對我爸爸交代 所以我覺得第一點不太可能 但第二點是起體制外的 學運啊 這是全台灣政治組織最大的藍維 黃國昌教授啊 你怎麼沒想到這一點呢 他最近幾天忙著跟這個 旅學長抬槓 對 這個議題 這個議題不會你們上一次 學運的時候議題差到哪裡啊 雖然這個比較有它的局限性 但是它的正義性非常的低啊 反對的人也很少啊 所以我說學運再起 割除超大藍維 這也可以喔 如果你請那麼多人到凱達哥人到前面 那馬英九受到壓力再說好啦好啦 那就丟臉了啦 所以我以前是寫說 如果你走第一條路 馬英九會歷史留名喔 但是如果走第二條路 才要覺得說好吧 那歷史就不留名了 我們廣告之後回到節目現場 年代向前探 向前探 年代 我們今天叫天探 這個最新的監察院跟口試院的 新任人選的名單喔 現在出來了 可是呢 就在這一個時期喔 新舊院長要交接喔 王建軒院長說 他人生最大的錯誤就是 陸堅當了監察院的院長 監察院的院長 一個月的薪水三十多萬 這個不算配司機啊 這個其他的福利津貼助理等等啊 台灣社會喔 花了這麼多名脂名膏 養這兩個毫無功能的組織跟機構 所以沈大佬喔 儘管他差一點點 跟監察院的副院長的位置 擦身而過 但是他是完全贊成封存考監兩院的 我們再看一下下面這次的報導 監察院院長被提名的 張柏洋女士 來 一鞠躬 新任監察委員提名名單 正式出爐 中選會主委張柏雅 和前員明慧主委孫大川 搭配為政府院長提名人 除了特別可以行使職權之外 我相信整體委員的團結合作 還是非常的必要 誓言扭轉民眾對監院印象 但怎麼通過立委這關 張柏雅似乎有點搞錯了 投票的一半以上通過就可以 以前是投票之後要 總數 立委總數的一半以上 才通過 是不一樣的 依照立法院職權行使法 監委同意權還是要全體立委 二分之一同意才能通過 張柏雅似乎不知自己說錯了 只是外界形容張柏雅在馬王政爭時立場停满 恐怕會引發爭議他有話要說 我向來形勢就是非常的嚴明公正 在這一方面我相信會獲得立委的認可 而不是就個別事情或者是什麼的方案 來特別的給予挑剔 這一屆二十九位監委引信比例大增戰了十二位 除了現任七人提名連任監委 還有不少政府部門的老面孔 包括前工程會主委范良秀 前陸委會副主委劉德勳 前食藥局長康兆周等前官員都入列了 就連中國時報社長王美玉也被提名監委 新陣容能不能真的挽回大家對監院形象 還有待觀察 記得潘泛物要來太報道 這個說完大哥 我們看到神大老儘管他人生當中差一點 當了監察院的院長或者副院長 但如今他是完全贊成封存考監兩院的 這名指名高不用浪費在這兩個組織上面 完全正確 我覺得現在假如說要民意調查 我認為是超過八成甚至是九成 是贊成封存或是廢除 沒有那麼高 沒有那麼高 七成 聽我說明 其實國父孫中山先生這種武權憲法 他基本上是一個封建的儀序 我在這邊講他是科舉跟玉石大夫的觀念 因為以前我們科舉制度 而且我們整個以前在封建時代的時候 是整個官僚體系在治國的 但在那時候沒有民主 那時候對於這種科舉 對於玉石大夫就特別的著重 所以孫中山先生其實在 他沒有想到就是說 其實這兩院的存在這種武權 是以現在的民主政治的常態 是格格不入 你可以想想看 為什麼武權憲法不通 當一個行政體系他沒有考試用人權的時候 他這行政是不完整的 他如何執行行政 沒有錯 那當一個國會 我們的立法院 他沒有這種調查權 跟沒有這種彈劾權的時候 對官吏的這種彈劾權的時候 請問他這樣的一個國會也是不健全的 但全世界的這種運作都是格格不入了 而這分出去以後 這兩院你認為他們滿意嗎 這兩院也覺得他們都無力啊 監察院變成沒有牙齒的這種老虎 然後考試院也剛才覺得就是說他無力啊 他都被人事行政局剝奪他的 讓實際的這種權利嘛 所以在這樣一個情況之下 你假如大家了解這樣的一個結果 把他廢除掉或是封存掉 我相信是符合民意的結果 那馬英九總統 你也不要太考慮到武權憲法 因為武權憲法 國父不是國父講的話都是對的 因為武權憲法基本上是不通的 所以很多的這種 外國的這種史學家把國父孫中山 定位為一個dreamer 他不是revolutionist 他也不是idealist 他是個dreamer 夢想家 就是個夢想家而已啊 夢想家為什麼 他發明了這五天下 純粹是一種夢想 這種不切實際的夢想 所以現在是時候了 把他做這樣的一個處理 那個我們知道監察院 監察院他每年是花18億 然後考試院因為你要扣掉這個退府基金 退府基金每年編了234億 那麼這個扣掉他也花了27億 所以28億加27億是45億 你想想看把這兩個機構都併到 一個併到國會 一個併到那個時候 人事行政 就是人事行政總處 那整個併進去以後呢 至少你人員的開支還有整個機構 機構不見了嘛 那這些呢都可以大幅減少 你這45億我保守的這種估計 一年大概至少省下二十幾億 至少至少省下二十幾億 而且可以精簡一大堆這種永遠 比如說我給你舉個例子 考試院 你知道考試院人員是近千人 考試院養了將近一千人 一千人我跟你講 他的這個 台灣現在某些大規模的企業都不見得 有一千人以上的員工 監察院的數字我不了解 但是考試院的數字我很精確 近千人為什麼 因為 院本部一百多人 權序部三百多人 那個考選部三百多人 保訓會也大概也有一百多人 然後他有文官學院 還有文官學院 然後你還有退府基金管理委員會 退府基金監理委員會 哼哼哼哼這種加起來 我認為他的人數在九百至一千之間 應該是錯不了 那加上我們剛剛在講的 五十你這邊寫五十五位政務官 我發覺是算錯 應該是五十六位 因為特任官 我是特任官不是政務官 不只政務官還不只 特任官你看那個考試院 十九個委員 那加政府院長就二十一個特任官 然後加上一個秘書長 就二十二個 加上三個部會的這樣的一個 這個部長 就二十五個總共有二十五個 特任官部長級的特任官 這五十六個都是高階政務官 將來要退休 對監察院是二十九 二十九因為他政府院長也是監察委員 所以二十九然後加上秘書長一個 就是三十個 然後還有我忘了一個就是說 審計部的部長 審計部部長再加上一個的話 就是等於三十一個 那三十一加二十五五十六個特任官 那特任官一般來講 他只要滿足了那個退休年資 那個退休金都是十幾萬起跳的 如果是以這一次是我們算兩個院長 這一次監察院退休的院長是王建宣 考試院退休的院長是關中 關中本人還有黨支並年支 就是說中國國民黨的黨支 都可以算公務員的年支 所以關中本人的年支 就我印象所及是長達三四十年以上 所以以關中或者是王建宣兩個案例來講 他們的月退縫恐怕保守估計 二三十萬以上跑不掉 不過像關中 關中他大概已經辦過退休了 他大概在公元兩千年的時候 我要替關中講一點話 就是說因為他對年金的改革是有心的 所以我們這邊要肯定他 那台灣社會除了考監兩院是 這個沈大佬口中的政府組織 最大燃尾之外 實際上你們在公都盟的 這一個過去監督的案例當中 你們會不會發現 台灣社會真的很多名子名高 都是隨便亂用 其實我們在看到監察院 我們比較擔心的是過去當然 如果我們從體制上來看 目的就是怕國家的權力被毒染 那每一個權力分立當然有他的目的 可是我們看起來最大的問題 的確是還是仇庸的心態 在分發這些角色 我們至少看到院長竟然會說 這個是一個最倒楣的事情 其實我們來檢視監察院他的職責 我們現在總統上任說他的陽光 的一個法案裡面 包含不管是遊說法 包含我們工人員財產的申報 正式現金的這些申報 我們去看監察院他到底有做了 哪些的努力 到我們現在又查資料 還要到現場去查 你去查我們的遊說法 幾乎沒有人登記 一年可能一百件都不到 這是非常荒謬可笑的事情 也就是說他真的是沒有在扮演這角色 那在我們看到張柏雅過去在考試院 所做的這些事情裡面 我們看到現在的選舉的制度 事實上有非常多的一些問題 他真的在中選會的立場裡面 針對這些所謂的選制改革的部分 有做多少的努力 包含我們現在所看到的罷免 大家罵得要死的罷免法 事實上他在院內 他就為一個台灣選制選賢與能 讓我們選出一個最好的代表的部分 我們事實上沒有看到他太多的這些努力 所以這是我比較擔心的 某種程度我們也懷疑說 總統現在在扮演的角色 事實上也是在繼續讓行政權 再繼續獨大 因為他把原來功能上必須要重要的角色 都用酬庸 讓他們沒有辦法對於行政權來監督 擺明了就是要讓行政權不斷的擴權 這個是我覺得我們在現在 比較擔心的一個事情 也是我們覺得如果再持續這樣走 台灣真的有一點朝向獨裁的那個味道 好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廣告後再回到節目現場 連帶向前看 向前看連帶 我們今天向前看 台灣社會有一批聲浪 覺得監察院跟考試院趕快封存 趕快廢掉 為什麼 因為一個院長一個月領30多萬 副院長也有高達20多萬 監委考試委員都有20萬左右的興奉 而且這個不包含他們的其他的獎金 加班福利也不包含他們配司機什麼的 台灣社會養這兩個機關 太上皇沒有用的大欄尾機關 一年預算書上至少要花45億的明子明膏 45億已經夠全台灣的小朋友吃營養午餐了 已經夠全台灣的小朋友喝牛奶喝羊奶了 已經夠上次講12年國教的缺口 為了30億在那邊吵翻天 我講句不好聽了 被調這兩個組織 12年國教小朋友好好面書 可是台灣社會很遺憾的 沒有人要認真面對這兩個毫無功能的機構 更麻煩的是 新任的考試院院長恐怕也不想要碰年金改革的議題 我們再看一下下面這則報導 千呼萬喚使出來第12屆考試院長被提名人 終於出爐 考試院院長被提名人吳錦麟先生 現年66歲吳錦麟當過立委 當過國民黨副秘書長 也當過總統府秘書長 更曾幫馬總統在南台灣打過選戰 還兩度進出考試院當過副院長 如今終於渴望扶正 只是為何是吳錦麟呢 被視為藍軍本土派的他 向來處事沉穩低調拘禁 但吳錦麟曾公開反對 廢除公務人員18%憂存 這態度不就和考試院目前正積極推動 年金改革背道而馳 面臨年底七合一選舉和後年總統大選 馬團隊有輸不得壓力 就怕公務人員鐵票再流失 換上了吳錦麟給了膠帶 但就怕年金改革恐怕又成一場空 記者綜合報導 好 鄭老大 這個馬總統 剛剛提名了張柏雅 剛剛吳錦麟之後呢 我們沈大佬就建議大家 趕快封存考監兩院 打開今天的報紙看到監察院在內鬥 這個監察院長調查人也被人家調查 然後剛剛一開始光琴講了一堆 然後剛剛再聽沈大佬在莊松一講 我是說我在想如果我今天做一個公民 我到底怎麼辦 我頭都快昏了 看起來是這樣 看偵查院跟考試院 第一看起來是制度設計 到底是徹底錯誤 應該把它廢掉了 還是說他有缺陷還可以改正 這是第一個很大的問題 如果這個錯誤的東西就是要廢掉 第二個是說看起來功能不髒 連王健全自己都講說 我們對不起老百姓 沒有好好辦案 第三就是浪費這麼多的資源 這個回到王健全本身 他這次難得自己承認說最大的錯誤 其實非常諷刺 我跟他講這個東西還洋洋得意這樣 一副自己很有反省的樣子 老百姓聽得很火 可是我們其實更應該問他說 他到底覺得監察院該不該廢掉 不只是看個人這個錯誤 你看他那一天 他等著說我看後面的人宅怎麼樣 一副等著看笑話 看後面人就入肩受苦這樣 這個是不徹底的 王健全如果這麼敢言 他如果入肩一個月拿32萬受苦 梁小花到今天為止被其底拿出來 拿22K2萬2 之後拿他領頭的梁小花 搞不好還要繳所得稅 那梁小花還要把火 我實在說沒有力氣再去罵他 因為不值得論這個 只要簡直是爛道 可是我是覺得他自然以赴致命說 我敢言 我敢自我批判 而且他在裡面還講說 有些監委拿到權力就碰轟 不只是碰到膨脹還爛權 他說有些監委還會跟著起轟 回去屋蔑別人沒有愛心沒有公益 我都覺得你應該具體講出來是誰 你不要到八月卸任什麼 才出一本書 到底哪個監委 是人的問題你只要把他糾正出來 我們剛才講制度已經出問題 你這人又出問題 那更重要的是如果你敢直言 我認為現在我們在討論這個問題 完全天主除了當監察院拿這個錯誤之外 也希望也在等著看後面的笑話之外 你應該回答問題監察院該不該廢掉 我認為他如果來講該廢掉 那給馬英九更大的助力 張柏亞這些人 他如果講該廢掉 搞不好是他人生最大功勢 任務真的給後代子孫跟財政 一個紓解壓力的機會跟空間 是 我說媒體應該去問他 然後如果他說該廢的話 其他的現任的監委都要好好出來講一下 他們自己 是因為只是純粹人事鬥爭 我不爽你 你不爽我 還是說真的是沒有辦法在那邊做事 這整個制度是出了問題 另外張柏亞你們這些人 孫大川如果該廢掉 你們還有臉去嗎 你不要講仇佣 就算你有心想做事 前任已經告訴你根本做不了事 王菁萱還解前任的前任 這老大人家當院長不是在做事 院長兩個字是光中要主用的 這個拿到地方選舉多好用 嘉義出來女院長 我大家都懂 因為前面王座榮有講過 王菁萱有講過 這個時候張柏亞你不要再講 剛剛前面講說 我是一個辦事聯名公正 立法院一定會給他通過 我們就要給他壓力 所以我是覺得要有一個製造 因為為什麼 因為剛剛沈大老師寄光學運 不太可能 你看現在全面在反撲 你說黃國昌 黃國昌現在立法委員要修理他 對 然後很多學生要被起訴 而且不只這樣 今天這個 還要告別人 我女學長這些都出來 監察院今天立法院 還要修改那個罷免的規定 所以在全面反撲 你這個時候要路過 連我們的郭台銘都有意見 說不要隨便路過 王建軒都在炮轟學運 他這次出來在講說學運 我認為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還是應該 媒體應該監督就是問他 你現在到底該怎麼辦 監察院待存該費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就是說他看起來 事實上是對於馬英九 是有意見的 認為是在酬庸這些人 人是不是也有問題 制度是不是也有問題 所以王建軒 你像個人一樣 你做一件功德 對你人生最大的錯誤 進行個彌補 這樣子我們才有焦點 可以再往上施壓 這個阿宅我剛剛講 王建軒搞不好出來 好好的痛批監察院 搞不好帶頭費 考監兩院 是對台灣社會的政府組織 最大的功德 王建軒其實過去有一些話 當然也有爭議性 可是他也引起了媒體的關注 比方說他說很多公務員 散漫的不得了 一個月拿九萬塊 那個工作的價值 搞不好只有兩萬塊 然後他說監察院 根本是個肥貓 這是他當年自己講的 他說院長薪水30萬 不是是32萬 我剛剛講 梁小花只有拿他的零頭 然後他覺得不應該 付這樣的高薪 所以他捐薪水出來做公益 可是他如果要為 這一個社會做功德 他如果真的覺得 不應該付這樣的高薪 要嘛就應該 帶頭做制度性的改革減薪 要嘛是直接廢掉功能 而不是他當院長的時候 他覺得不應該這樣 所以他捐薪 那下一任院長就繼續領高薪 都是明子明高 我覺得我想這個 跟電視機前面觀眾提一個問題 有多少人知道現在硬碟 為什麼要放在C槽 為什麼 因為以前有A槽跟B槽 以前是 光碟片 小碟片 小的瓷別 一個小的一個大的 那個叫A槽 其實考試院跟監察院 就跟A槽跟B槽一樣 現在對於大多數的人講 我們已經忘記了為什麼 我們是五權分立 我們有五院 因為有兩個院 實在找不出真正的用途在哪裡 我想其實這個江村南寫的一些評論 還蠻有道理的 他講王健淵本身不是個壞人 就我們不能說他是個糟糕的人 或是他有意做壞事 但是一個很偏執的好人 在他不是被做公益的環境所包圍狀況下 被丟到監察院去 呈現出來就是一個很壞的狀況 為什麼 因為請大家仔細想想看 A槽B槽很久沒用了對不對 監察院你多久以來 有發現過他有什麼大案 你仔細想想 王健軒讓你的印象就是很愛洗腳 洗別人的腳對不對 三天兩頭母親節或者什麼時候 就在監察院辦洗腳大會 然後三天兩頭出來放個泡 放個泡完之後 又沒有什麼改革的結果 這是一個做公益的人 結果你叫他來做公務員 我覺得真正最荒謬的一件事情是 沈大老提到學運 你知道在學運當天晚上 他們要攻佔行政院的時候 曾經有一度誤傳 說有人去攻佔監察院 對 因為監察院的招牌 還被拿下來過 但是底下網友一陣善笑 他說你站這個地方 連媒體報導都不會有 因為裡面本來就沒有人 本來就沒有在運作 你霸占一個沒有用途的地方 是沒有意義的 就跟你不會去霸占公園 是一樣的道理 我覺得現在的問題是 考監兩院原始的定義 在中華民國現行的狀況之下 到底還適不適合存在 你知道監察院 我們必須要講 他以前是學所謂的御史台 就是有御史大夫要有一個中立超然 可以彈劾任何人的單位 可是監察院現在沒有做到這件事情 那考試院其實 而且是過去幾十年來 從沒做到過 都沒有 那變成去的人 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他可能一心想要做一點事情 結果行政單位還抱怨說 你一直來調閱公文啊 然後你一直來造成我的困擾 結果監察院 大家還記得是陽光法案之後 裡面所有的資料 上一次錄節目的時候 我們有提到過 就是竟然不能上網公開 你去的時候拍照也不行 抄也不行 是怎麼樣 是要訓練速度嗎 就是你去看這些資料之後 你得要用背的才能夠背出來 那對不起 我想一下這必須要講 監察院真是跟B巢一樣 我現在有Google Glass 我戴在臉上 我戴去砸個眼就拍照 我就帶走了 我管你什麼 能不能夠拍照什麼東西 好 我們廣告之後 再回到節目現場 年代向前看 向前看年代 我們今天向年代 這個陳大佬 這個覺得建立台灣社會 真的要封存考監兩院 那考監兩院的很多功能 在台灣社會都已經不存在 那反倒是考試院 有一個最急迫的壓力 是要面對的年金改革 中華民國現在的財政上的負擔的債務 已經高達24兆 每一個剛出生的Baby 都要背103萬 光琴其中最大的壓力其實是年金 年金除了勞保之外 就是軍公教的年金 可是考試院長 關中要say goodbye了 而年金的改革始終沒有進度 的確 其實關中官院長 他有兩個非常重大的改革方案 在他任內並沒有過 一個是考基法 退場機制 他去考察其他的國家 怎麼樣退場 對不對 還舉了民營的很多機構 他們作為比較 可是功敗垂成 很多人出來反撲 你尤其要選舉的 你碰到 立法院 對 尤其是要那個 那時候李永平也反對非常激烈 還上電視來辯駁 因為他們護軍公教 第二個就是年金改革制度 你可以看到說 官院長他最先的版本 經過他們這個整個高層會議 然後馬英九不是帶頭出來開記者會 我們看到後面就是妥協後的版本 對 那官院長我常拿到你節目上 您官也有 就是他出了非常多的書 他最近又出了非常多 有關年金改革的書 再三的講到我們的國家 財政已經赤不消了 甚至說一年從2000多億 已經突破3000多億都在用在軍公教的 這樣的一個退休金的支付上面 他甚至還有這個列比 所謂的軍保會最快破產 對 這個是支出大於收入 那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連關中都沒有辦法 這個情義成功功敗垂一半 那最壞的狀況是用你 馬英九你這個直系的這種核心 這個人馬 像吳錦玲絕對是嘛 這個武哲苑弟弟 但是並沒有因為武哲苑而受影響 從總統府一直在考試院 其實讓他做這個副院長 就是一個備位 那剛剛莊聰漢委員 我也聽到他的這個說法 面用這個吳錦玲 其實就是年金改革打趴的 或是停滯不前 封存的一個征兆嘛 當初吳錦玲是本隊改18%的 是 而18%一年的財務壓力 將近1000億 民國104年是最高峰 104年沒有很久 就明年喔 明年要支付多少 1400億 觀眾朋友你沒有看錯 我沒有說錯 光是一整年的1400億 就扮作核市場 是 多誇張 所以尤其您管你常講18% 一年要支付800億 連台銀都負擔不了 因為地方政府欠他們非常多嘛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這個18%加上年金改革 整個停滯不前的話 我們國家的債務 沒有辦法去解決 國債的問題 好我給大家看一個 這是考試委員 大家都因為談監委太多了 考試委員的名單 大家沒有一一去探索 其實也有人打電話給我爆料 其中有非常多的伏兵 是馬英九的人馬 大家不知道 因為他當事人非常低調 周玉山 周陽山 這是一對兄弟 周玉山長期扮演馬英九的文旦 那夠晉升了吧 他可以彰一下 把他丟到考試委員的這樣一個 肥缺裡面 一個月基本欣奉19萬 還有一大堆福利跟今天 每年的所得收入 恐怕是台幣三四百萬以上 保障收入六年 退休之後呢 還想高額的月退縫 對 所以這個是養到死 那這個仇用真的很肥啊 對 我看到這個缺 我都要流口水了 尤其是剛剛我們春齊講到了 你從新任的監委 清一色 都是你馬猶友 都是你馬英九俱樂部 你完全把那個五黨軍 跟其他的黨派的 或者我們不要講政黨了 黨同伐異的 你全部都把它清乾淨 那剛剛宏林講到一個觀點 那光琴我可不可以打得差 是 這個案例像不像是 馬英九總統下台之前照顧自己人 是 就因為這個任命 而且他下台之後 他們還可以繼續任 對 所以我說叫做下台之前照顧自己人 安插自己人 因為這個任命 第一個保障六年的工作機會 六年的高薪工作機會 然後總薪縫會上千萬以上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這個養到死 就是說你的樂隊風非常高 然後你死了之後的撫恤 還可以再拿一半 所以這個是非常非常非常肥的肥缺 你知道很多人不知道 有人知道馬英九的高中 就是建宗的同學 台大的同學 你不知道李富殿是他小學的同學 但是因為他是親民黨 像老宋他們常用的御用律師 那這樣他要去放的那個黨產 就是說你不乖 或是說你過去 像黃黃雄出來挺過阿扁 什麼要把他放出來之類的 全部被砍掉 很多人打抱不平 那剛剛這個洪林提到一個觀點 你看張柏雅過去有沒有作為 你在中學會沒作為 再加上他過去 立法院副院長公敗成成 公頂落敗 跟姚家文搭檔 考試院正副院長 姚家文因為她有個太太周清裕 彎腰低得很 頭低得很低 所以他驚險過關 張柏雅沒過關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他又高齡 他不保這個位置 他會有作為嗎 真的 那宏林 台灣社會其實很少人認真研究 預算 你今天秀給觀眾朋友看 就中華民國立法院的立法委員 如果認真監督預算 抓預算的漏洞 其實是可以幫大家 節省一點財務的負擔 是沒錯 因為我們過去有提到過 事實上大家一直認為 立法院好像功能沒什麼 這不對 所以我們國家的政府的 預算跟法案 甚至現在知道人事的同意權 其實我們現在罵那麼多 其實立委出來說個話吧 其實立委只要不願意通過 甚至我們認為有問題 再退回都沒問題 我只拿這一張是我們監察院的 預算書給大家看 就是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我們幾乎所有的預算都是人事的費用 你看到他裡面提到的一般行政費 當然就包含行政費 總共要花六億五千多萬 來我給觀眾朋友看一下 導播不好意思 我們先特寫這一頁 剛剛宏林的意思是說 這張表格是監察院的預算 其中最高的這個項目叫做一般行政費 對這一般行政就人事費 裡面的行政事務人員的一些運用 但你看他的調查巡迴的業務費 這就是監察院應該很核心的部分 才兩千萬 占大概只有三十分之一 另外一個財產申報業務 這不是我們的陽光法案很重要的部分嗎 才九百萬 他根本不為他很重要的 是 那他真的應該要去做努力改革 其實我們懂看預算主人就會知道 你有沒有把錢放在刀口 你對於在意的 如果我們認為說 今天所有的財產申報 至少也是揭露的一個好方法 你要去調查 你要去把所有的部分 更...剛剛這個主席人提到 讓大家更容易去查到 他根本不做這方面的努力 這就是從預算你就可以看到 這真的是一個形同虛設 或者不為他核心任務 在做努力的一個部會 所以我打個岔 所以為什麼王建宣會說 院長一個月薪水三十多萬 真的太高了 要嘛你廢掉這兩個組織 要嘛你這兩個組織 真正的預算 不應該花在人事費 我們如果把這些監察院的錢廢掉 以後政府每人燒一片光碟 說你的政治人物 跟所有的人用了多少錢 都寄到每戶人家 都還綽綽有餘 有道理有道理 那宏林你順便給大家開開眼界 來觀眾朋友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這本預算書 這本是中央政府總預算 考試院的部分 就是說國家的錢到底花在哪裡 以考試院來講的話 主要的表格在這一頁 其實一樣 這個還是顯現我們講的 所有的一般行政的費用 又都是佔到三億多 就是說幾乎就全部的 我們支出的費用也是人事費 養這麼多人當然沒話講 如果他們好好的 真的認真去發揮 他的功能跟角色就很好 可是我們看到 所有相關的業務費都不夠 這政府怎麼可以不趕快去做 這些所謂政府改造跟人事精簡 我們所有的錢都在養人 結果這些人他沒有辦法 毫無功能 結果壓縮了所有應該業務上 要去執行的費用 其實你只要看這樣的費用 你就會發現立法院也很難刪 為什麼法定預算 已經佔了六七成是不能動的 其他能去動的 都是非常少的經費 那也是我們所造就的是 該刪的沒辦法刪 然後不該刪的 反而過去在仇佣的狀況之下 因為立法院還有一個缺點是 他很多到最後的預算 都是用黑箱的協商 也就是說他的委員會公開錄影的 他才審查百分之可能十都不到 最後剩下百分之九十 都是在兩天三天的黨團協商裡面 去把它瞧清楚 我們遇到很多的委員說 那裡面就像是蔡市長喊價 定額度 定完額度就是說 那你再去看要刪哪幾個項目 最後最倒楣的一定是最重要的預算 那種大家把在嘴邊的肉 一定不讓你去刪減的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 我們非常大的一個問題 好 我們廣告之後再回到節目現場 年代向前看 向前看年代 大家好 我是民官 今天是中華民國103年5月13號 我們看到這個週末 這個梁小花掀起的 紅海群創的低薪戰爭 這個梁小花這幾天已經冒出來了 而且她公開錄音 然後公開簽名道歉 那這個公開簽名道歉 這個本人還押梁小花 我到這樣為止都還很懷疑 梁小花真的是她的本名 不過梁小花至少有個功德 她使得群創大多數的基層員工 這一次有得到十多%以上的加薪 那但是群創加完薪之後 現在這個中華民國的金管會很天才 金管會說我們可能要公佈低薪公司 或者反過來我們來公佈一個 中華民國高薪指數 然後台灣社會跟年輕人 大家可以往高薪看起 那這一場低薪的戰爭 這個隨著郭董這一次的加薪 真的可以終結嗎 為什麼台灣社會拼經濟拼了幾十年 拼出來上班族越拼越窮呢 越拼越窮的背後有多少不人質的故事 我們待會兒好好聊一聊 好 今天現場要請到六位特別來賓 第一個好不好 沈富雄同學好 你好 大家好 再來台北市議員王鴻薇 大家好 再來詹森朱學和 對 大家好 政治記者常同學大家好 台北市議員陳建民 大家好 再來是光琦 大家好 這個梁小花現在大紅特紅 為什麼呢 因為她逼出郭台銘董事長 在母親節出來召開薪水記者會 那梁小花最新的新聞資料 她不但錄了一個公開的影音的聲音稿 同時她還寫了一個聲明書 聲明書畫押的日期是103年的5月12號 畫押的名字叫做梁小花 我們先看一下下面這則報導 郭台銘口中的梁小花終於找到了 但人不出面 只透過錄音檔向郭董道歉 我是5月8號在蘋果粉絲團留言的梁小花 確實高職畢業 目前任職於群創光電技術員 在此向郭董台及社會大眾 至上12萬分歉意 也希望社會大眾不要再繼續誤解 梁小花說的誤解指的就是當初 郭台銘發下豪雨 要買下22K薪水的公司 結果在群創上班的她 就在網路留言吐槽郭董 她就指領22K 還要郭董別作秀播喇叭 藏身在網路世界發言 竟被公司揪出梁小花最終 只得低頭向老闆道歉認錯 是擔心公司高層壓力導致工作不薄 還是為了自己引發的風波負責 但類似梁小花實領22K的勞工們 恐怕多到數不清 而她們的苦又有誰能知道 記者綜合報導 好 光晴這兩天 梁小花超了四天三夜冒出來了 可是金管會聽說 也要認真查低薪公司 對 的確我們先釐清梁小花 或梁小花們 在群創所引爆的低薪風波 那昨天我們看到 在四天三夜的肉收之下 看到一個楚楚可憐 那氣弱猶失的一個聲音 出來跟我們台灣的首富郭台銘 低聲下氣的道歉 那三明寒裡面 就在林管林背後看板裡面 他最重要的是說 他沒有打臉 他哪敢打臉 那第一點就是說 他確實證實是自己對外發布的 他用的是一個假名 但是也有其他的七七八八的 在梁小花們事件裡面 他們自己也向梁小花 拿出一些薪資證名單 但是這些人某種程度 也被外界有所質疑啦 譬如說 依照勞工請假規則 你如果請病假要扣半薪 你如果請試駕的話 要扣全薪 譬如說半薪是怎樣 你如果工作十個小時 你就要被扣五個小時 試駕扣全薪 就是你十個小時 因為你自有事嘛 扣十個小時 那所以呢 也有一些說我在群創工作 我到達不了22K 不說我18K都沒有 或許有一些個人因素 所以這個必須要查實 那但是梁小花 他確實是凸顯了一個 他個人如果 一旦沒有權勤了 或者是有其他的津貼 沒有權拿的話 他可能就只有他那個 數字上面的21.22K都不到 那我們看 這一次群創風波 郭台銘有沒有受到一些 政府的一個查核 有 因為如果你的這個外界 你的員工爆料說 你連190047的 基本薪資都沒有達到的話 那你是違反 所有的勞基法 所以這樣勞動部去勞檢 對 去證明他們勞檢 那當然郭董也留了一個尾巴 因為他溯及既往到5月1號 以來所有的員工 就符合他的承諾了 你至少有26K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的確群創員工裡面確實是 之前沒有達到郭董的 這樣過去的海花的海口 但是我們也看到說 郭董或者他的高層主管 一再以你作業員 你自己就沒有大學學歷 其實引發不同的爭議 你郭董自己也沒有大學學歷 你自己以前講過 如果高學歷者去賣雞排 像一個博士去賣雞排 是浪費這個國家資源 但是一個作業員 你看看他工作經驗態度 跟他的績效 而不是去覺得他的學歷太低 一個大學生去跟一個 所謂的高職去做作業員 不一定說大學生就做得好 所以有很多這個七七八八的一個角度 但是如果勞動部去檢查 他不是用所謂的梁小花扣除的那個2萬1 他是要統包全部 是可以涵蓋包括火石津貼跟全勤津貼 那我剛剛講到全勤獎金這個部分 我們也讀過書 你要拿全勤那真的是很難 你如果只要有一天沒有全勤的話 你的全勤獎金你也要被扣掉 所以對一個勞工非常的不公平 第二個誰規定是要從22K來衡量 薪水的高低 22K本來就是低薪 22K是你政府創造出來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的薪資要從22K起算呢 22K當然就是說 離我們基本工資一萬九千多 其實越高 但是他合不合理 這是一個問題 剛剛林冠也講到 金管會主委在明週說 好啦 既然郭董帶頭了 我們也要做一個示範作用 我們來公佈 前100家 高薪 高薪 就是你的薪資到底給了多少 那有些人講說 哎呀 那我們做生意的 你要教我們公佈 我們這生意怎麼做 他覺得第一手聲浪 第二個 很多媒體人PO文罵 你公啊 你政府還是那個頹蛋啊 為什麼 誰會告訴你真正的賬 他怎麼做賬 他賺了多少錢 他在海外怎麼避稅 他怎麼樣 這個打入他公司的這樣一個成本 怎麼樣算是贏或是虧 他是真實的嗎 那你光公佈有什麼用 所以政府還是要拿出一些實際作為 好 那阿宅我們來看喔 這幾天喔 梁小花出來之後呢 網路還在這個先起一場風暴 我給大家看喔 這個是最新有人PO出來 2014年4月3號的薪資單 4月3號就是最近的喔 那下面一張是2014年5月5號的 這一個陸帳的薪資單 這兩張是最近網路上熱傳的帳單 好 薪資單 好 那我們來看2014年4月這一張 這張喔 本薪是一萬六千二 有一個火石津貼一千八 有一個輪班的津貼兩千三 有表現跟全勤獎金 所以合計是兩萬三 可是這一張薪資單當中 也有一個請價扣款 那我猜想這一張有可能是請了試價 試價有可能是比方說請了兩天 所以有扣款 所以這一個人的薪資單當中呢 本來英計所得兩萬三 但是因為請價扣款 一扣之後實質所得剩下兩萬零一百四十四塊 所以這個是連20億K都不到 這個是這兩天 昨天晚上又有人PO在網路上 出來打臉說最新的四月份 還是有人連21K都不到 另外一張也有一模一樣的狀況 五月五號 一樣喔 它這一個英計的所得 應該是兩萬四千多 那它一樣是有請價的扣款 請價的扣款一樣是一千多 所以它的實質所得21370 所以是大概21K 那台灣社會其實有好幾個東西要討論 第一個討論是 如果你經常請試價 你的薪資當然會不會扣款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可以討論的是 為什麼這一陣子PO出來的 它的本薪都只有一萬六 我們仔細講一講 這個裡面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其實群眾內部已經貼了一個公告 叫大家不要再對外未經授權接受媒體訪問 然後也提到說 我們當初有簽NDA 有簽保密條款 那大家這個要小心 我們保留這個提告的權利等等 但我們仔細看一下這張薪資單 有幾個東西有點奇妙 就第一個 火石津貼這件事情 現在是什麼時代了 需要公司補貼你吃飯嗎 不用對不對 這有一點妙了 全清獎金這件事情 它照說應該是獎金對不對 為什麼它會納到你總額的薪水裡面 也就是有沒有22K 現在計算要納全清獎金 沒納其實就不會過22K 這背後有一個真正的問題是 各位這個從以前到現在 很長一段時間是這樣子 讓我們講一下寶城你記不記得 之前他在東莞 不是底下有一家公司 這個叫什麼名字我忘了 反正是因為在東莞 就是因為社保沒有扣足 就被狠狠的罷工了被罵了 預言 對 那為什麼很簡單 就是玩的是一樣的功夫 他社保也就是我們的勞退 那社保每一期都要扣 那但是他們在中國大陸的員工抗議之下 做了一些我們以前常看到的事情 譬如說高薪低暴 譬如說社保經驚不扣足耳 那當然這個當地的大陸員工非常生氣 在茶水間貼了一張傳單說 嘿我告訴你這些台灣老闆 根本就不把大陸員工當人看 但其實我們看了之後覺得心有七七嫣 因為他們也不把台灣員工當人看 在台灣大家都這樣玩 對台灣老闆還算蠻公平的 但我必須要講 好這背後真正的原因是什麼 是勞退跟勞保是從本薪來計算的 也就是你的勞退的6% 是用那16200塊來計算 為什麼會用什麼火石津貼啊 什麼阿蒂布達的輪班津貼 全新津貼把你的錢弄到2萬2 看起來漂亮 但實際上他勞退不用扣22K的6% 他是扣16200的6% 那這個問題就要問勞動部 為什麼你當初認知的 所謂最低基本薪資 不是單純認知本薪 而是加上這一大堆阿蒂布達的火石津貼 什麼執照津貼輪班津貼之後 只要破2萬2 你就認為 對不起應該說1萬9千多 只要破1萬9 你就認為這是合理的 這是從以前到現在 都有非常大的一個問題 但基本上有些人會講 我們其實在網路上吵了很久 有些人會講說 好啊那勞動部去積查之後 他最多就取消火石津貼 取消阿蒂布達津貼 並到本薪裡面 可是問題是這有差 有差就在那6% 因為經過20年之後 30年之後 你6%每一期的本薪 如果勞委會勞動部 現在認真執行積查的話 大部分的火石津貼 或是輪班津貼 要貼進去讓本薪達到1萬9千多的時候 差3千塊 對 這3千塊等於6%每一次 每一期都差3千塊 50塊 3千塊的6%是50塊 第一期你算一下就知道 如果是50塊的話 一年就600塊 對 一個員工一年600 如果1萬個員工就600萬 請問如果照這樣子正常的算 我們講明白一點 大家都覺得我們在迫害 所謂的創業家 但其實不是 你本來該給這些薪水 你用這些阿蒂布達津貼 弄出來之後 我講明白一點 這個裡面其實還有差別 輪班津貼 如果你是全日班 是拿不到的 全日班意思就是 你每天就是早上8點半 或是9點上班 到5點下班 但是問題是奇怪了 這個輪班津貼是正常 應該要加幾的 就像表現津貼是獎金 還是本薪 如果你也把這個表現津貼 原來是一個bonus的東西 通通都算進去的話 那這怎麼會是一個 合理的最低基本薪資呢 也就是我們所有的 最低基本薪資的22k 你知道當初要有名獎 就是22k實際 10拿比22k低 大概4千3千左右 對 扣一扣之後 勞健保 扣一扣 你根本拿不到那麼多錢 那當時的問題只是 好像政府也幫你出那個錢 所以讓大家覺得說 好像很爽 但我現在的問題是 請問我們到底 要用什麼數字來看 真正台灣的最低基本薪資 還有我們未來的勞退 到底是哪個數字 這才是關鍵 好 我們廣告之後 再回到節目現場 向前看 向前看年代 我們今天向前看 吵吵鬧鬧了兩三天的 紅海低薪一案 這個凸顯的是 台灣社會拼經濟 拼了幾十年下來 怎麼越拼越窮 這一次因為查了四天三夜 查到梁小花 梁小花真的壓力很大 勞團現在很擔心 梁小花會不會被秋後算帳 我們再看一下下面這次的報導 了解梁小花是誰嗎 我沒看新聞 我太清楚 不是不清楚 就是不說話 上班時間 群創員工趕著上班 氣氛詭異 因為梁小花在這裡擔任技術員 因為秀出新資單打臉 郭董虧待自家員工 群創經過四天三夜肉搜 梁小花錄音道歉 十二號晚間七點五十二分 附上親筆信函 一百零三年寫成一百零二年 八點四十分再傳一封 壓力大寫錯日期 難道源頭是自家公司嗎 梁小花堅決不露面 希望低新風波就此平息 只是公司肉搜自家員工 證明清白手段會不會太超過 民眾心裡都有一把尺 記者楊文華台南報導 好 紅秀 我們看到現在老團也追梁小花 到底是誰啊 這個會不會被鴻海 或者群創的體系秋後算帳 我覺得他其實還蠻勇敢的 就是說他開了第一炮之後 本來想說匿名嘛 但殊不知呢 就算他以為不會被查到 但是即使花了四天 還是可以把他找出來 對 那其實 他揪出來這件事情之後 這張薪水單的 薪水的問題 大家可以去討論 可以去批評 可以去做不同意見的這個 comment 可是回過頭來 他某種程度也算是救了 他其他的同樣level的人 因為你把問題凸顯出來了 然後大老闆在那邊 關公顯微之後 他可以大量講非常多話 但殊不知就被洗了臉 我覺得如果就短期之內 就是短期之內 因為他已經曝光了嘛 大家都知道是 即使我們現在沒有 他沒有公開露臉 他用發表聲明 用錄音檔的方式提供給媒體 但是suppose 他的這一個集團 已經知道他是誰嘛 但如果這個時候 當然你知道他是誰 如果在對他有做一些什麼樣的要求 或陳處之類的也是一個不智之舉 那他的主管會不會覺得他的問題人物是另外一回事 就梁小花將來有可能影響的是什麼你知道 他表現津貼是他的主管打的 他主管到底會覺得梁小花公債群創員工 還是他是個問題人物 將來給他考基打很差那很難說 對 就是很難說 就是看後面的處理的狀況是怎麼樣 不會啦 我講一樣 我覺得梁小花已經拿到免死金牌了 就是說因為群創跟鴻海這麼大的一個集團 那他不只公在群創 因為後來鴻海其他相關的 包含他們基金會 基金會投資的不是這個科技產業 一律都在2萬6以上 有機產業 通通都在2萬6以上 所以我覺得梁小花應該拿到免死金牌 但是其他的小花們 我覺得就很難說了 我覺得這件事情 當然我們現在因為鴻海很大 那群創員很大 大家focus都在郭台銘跟梁小花身上 但我覺得他有反映一個 就是說我覺得監勞動部如果要查 大家講說那個本性偏低 甚至低於基本工資 那當然在法定的基本工資裡面 他本來就包含什麼像一些金貼 那些經常性的給付 那好像他沒有違法 但是他的本性卻是偏低 所以如果勞動部要查的話 我覺得不應該只查偽創 那你是不是其他的科技產業 譬如說整個南科 你都應該去查一下 因為你會發現現在很多的企業界 也靜若寒蟬 一般來說的話一定 哈哈哈哈 洪海你很囂張 你的作業員也不過你這麼少嗎 那我們家不一樣 我們才是真正的幸福產業 到目前為止 沒有任何一家幸福產業敢跳出來 等一下我讓朱學宏補充一下 因為就我知道的電子業跟製造業 如果最底層的作業員的話 洪海現在冒出來的數字 恐怕在平均數跟中位數以上 我跟你講我們一定要持平的幫郭董講話 其實要不是群創這一次最後挖了一個洞給郭董跳 其實這件事情對他的名望跟實際做的事情 是很大的加分 因為真的你去問2萬6包含了實習生也領2萬6以上 比很多地域企業要好很多啊 實習生有很多地域企業不給錢的 然後包含了南部有一些地方 這不要說2萬2啊 他給你2萬以下 甚至給到1萬8這種東西都有 連打工都可以低於我國規定的 最低每小時的基本薪資的時候 郭董我這樣講好了 讓我在那邊呼籲一下 郭董說任何一個工廠能做22K 他就把它買下來 眼看郭董只剩下當總統一個選擇了 不然全台灣有那麼多的工廠 都做22K他當然買不完 但當總統應該就OK 所以我還是要講 郭董其實成功的掀起台灣 大家不敢講的一個真正的狀況就是 我們的本薪都給很低 都是用各種津貼把它墊上去 甚至我們在討論的每個月薪資的時候 有些公司還給你算最後給兩個月的年終 他們通通平均到12個月 這種算法到底合不合理 而我們在探討真正所拿到的薪資的時候 是不是都還在自欺欺人 把所有可能被取消的津貼 因為講明白一點 火石津貼不扣6%對不對 公司不用提撥 其他什麼執照津貼什麼也都不扣6% 因為那不是你薪水 勞退的定義是要從薪水本薪扣 這個到底合不合理 勞動部到底要不要徹查 要不要重新定義規定 我覺得勞動部先做 怎麼會儘管會先做 當然我不同情那些被公佈的企業 不管是好或是壞 但為什麼勞動部好像縮起來 就是他反而沒有做事 結果儘管會先出來 我認為勞動部自己還是要檢討 否則就是變成財團部 好那朱學鑰同學 我們再討論一個議題 一般人對於群創的認識 恐怕沒有這一次來的深 實際上群創是2008、09年金融海嘯之後 後來跟奇美店合併才做大的 那奇美店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2009年金融海嘯的時候 他曾經發生過非常嚴重的 無薪價的問題 那他最嚴重的曾經在 許文龍旗下的爭議是 有一陣子他的派遣員工 因為派遣也不是正式的 所以是三更半夜收到簡訊 然後lay off之前了 然後派遣就完完了 不用派遣了 那我要講的意思是說 maybe群創的小花跟小花們 仍然不滿意26K的薪水 可是比起當年的派遣 以及隨便可以放無薪價 恐怕現在的郭董至少 比當時的奇美店給的待遇 還要相對好一點 那我要討論的是 台灣社會都已經做到奇美店 做到群創了 能夠給的待遇 難道就真的只有這樣嗎 我覺得先仔細再回憶一下 那個恐怖如同鬼月一般的回憶 叫做無薪價 無薪價基本上是違反人權的 為什麼 你要嘛就不要讓他上班 你就是把資錢 要付資錢費 吳薪價唯一的創意 就是吳副總統一直講的創意 是你讓他沒有班可以上 不用給他錢 卻不用付資錢費 這根本上就是把他晾在那邊 他還不能去求職 為什麼 因為你把他晾在那邊 他現在沒有薪水拿 他如果去求職就變自動離職 你看這種地獄一般的規則 大概只有在台灣會稱讚他說是好事 但是我覺得應該這麼說 大家以後要學一件事情 所有勞工你覺得你薪水少 以後要從這個事件跟以前的事件裡面 學到勤賊先勤王射將先射馬 如果你今天覺得薪水不夠的話 趕快去找大老闆 你仔細想想看 當初許文龍那個時候 他也沒有在管底下事 是員工到他的信箱裡面塞寫書 後來有沒有改善 有 當年台積電是不是被lay off一堆人 然後他們怎麼做 跑到大直豪宅 對 跑到我家附近 就是他們那個張忠謀住的那個一樓 然後那個董娘還下來 送不知道紅豆湯還是什麼 有沒有成功 有 大老闆都被換掉了 然後這一次郭董有沒有 出來嗆聲嗆很兇 在蘋果日報底下直接打臉 現在有沒有成功 有 所以坑請各位勞工 以後來想 如果你覺得你薪水不夠多 直接射你老闆 請賊先勤王很重要 這個神道老闆 難道台灣社會 還要再冒出一大堆梁小花跟小花們 才能改善普遍的基層待遇嗎 我覺得小花的效果也有一點意外 她這個女孩子本身也不期待說 她會有那麼大的作用 但是有幾個觀點 我是想借這個釐清一下 我覺得小花是安全的 起碼短期內是安全的 我覺得郭董是一個聰明人 如果我是她的話 我會建議說 在群創體系之下也好 或是在整個鴻海集團體系之下也好 如果有任何委員會 需要有作業員的代表 應該主動把小花納入 郭董應該推薦她去參加 金貿國事會議 我跟你講小花要好好補紙成群創樣板 對不對 群創基層勞工樣板 第二點我們剛才講那個薪資單 我覺得勞委會勞動部 應該好好去想有這個事實 因為這個是只有台灣特別明顯的 就是說我們的使拿的錢 是等於你的本金加一些 我們仔神講的阿力不大 當然這個是有落差 那為什麼這個也不違背勞基法 但是問題是你投保薪資 你那個勞保健保就重低 但是你在算你有沒有違背22K 或是違背那個最低薪資的時候 是重高 這個這個之間的這個這個彈性度 太大了 太大了 我覺得這是給資方太大的方便 這個我覺得要重新把 藉這個機會把它修好 下面一點就是說 那剛剛其實光潛點到 但是我不是很同意 就是說各位青年朋友 你們未來或是開始或是未來 一輩子你哪的薪水 跟教育絕對有關 這個不是跟台灣才是這樣 全世界都這樣 不但跟教育程度有關 因為這個梁小花是正文家商 不但是跟教育程度有關 而且跟你的大學是哪一個科系有關 而且跟你那個科系裡頭 所有四年裡頭你的數學的學分有多少 有關 這是很殘酷的事實 像讀大學很難嗎 沒有沒有 像讀大學很難 作業員一定要大學嗎 光潛 所以他做的是作業員的工作 可是我認同沈大老講的 真的 就商學院一大堆學數學的 因此他可以找到更好的才晶晶的工作 工程的工學院一大堆也是有這個邏輯基礎的 他也可以找到比較好的工作 我要讓光潛聽得下去 就算你念經濟學的 你那個伎量經濟這一科學的好的 你將來吹套都會好心碎 而且得諾貝爾獎的機會也比較大 如果你怕伎量經濟 我們練網把商人士沒有出力 你這條路就完了 但是有例外 如果你不要太快失望 我跟你講如果你很會打球 很會運動 很會唱歌 很有創意 在這一方面 你可以初類拔萃 那是一個例外 但是我必須要講 這一類的人 你初類拔萃的百分比 相對是很低的 台灣30歲以下的創業家 最成功的一個叫周杰倫 一個叫蔡依林 周杰倫最新的跑車 這兩天還曝光 我們廣告之後再回到節目現場 向前看 向前看年代 我們今天向前看 這個操操操操操了兩三天的低薪 這個凸顯的是台灣社會越拼越窮 為什麼越拼越窮 這個台灣社會比方說我們以鴻海為例 他這個40年前是一個拿媽媽 表揚的30萬創業的中小企業 如今他在台灣的規模市值好幾兆 成為中華民國民營企業當中最大的龍頭 40年來他成長了N百倍 40年來基層的薪水恐怕是從一萬多到現在 台灣社會郭董願意買單的數字叫26K 所以40年來底層的薪水成長的倍數恐怕只有兩倍或三倍 但鴻海已經成長了千百萬倍 那這背後凸顯了當然有國際的競爭的壓力 也有台灣社會勞資不協調的這一個處境 我們再看一下下面這則報導 非常清楚的告訴江院長 我要求的不是你准我 我要求的是你回答我 郭台銘很不滿因為鴻海集團想用華為的通訊設備 進軍4G系統不只被NCC否決 就連國安局都出來倒打一把 就在李翔舟上任前一天 國安局高層私下透露4G案禁止採購中國產品 也不准中國籍人士進入金房施工維修 這是各單位共識更是國家政策 不會因為局長更換有所調整 新加坡代理商迅威公司來台經營多年 從沒碰過這種情況 迅威公司表示的確和郭台銘討論過 在台建構4G通信系統 但至今仍未定案 政府態度模糊實在無法回應 這個建民我們來看這幾天 這一個群創的小花 這個幫基層員工爭取了福利 那這個郭董呢 郭董是基本上希望NCC趕快給他答覆 否則他要拒繳稅 那朱立倫這兩天還講過話 他說企業如果不加薪就趕快繳稅 可是台灣社會要問的問題是 除了這個群創的小花之外 真的還有其他的小花們嗎 其實在台灣的社會你看看 如果按照剛剛沈老大的時候講的 這個學歷高一點就可以 薪水拿高一點 其實這個完全不符合機會成本 那套大學畢業只差個一兩千塊 那幹嘛 所以我們知道在台灣的社會 這個是一個非常普遍的狀況 為什麼 他申報所得才一萬九千多塊錢 你可以看到他在勞見寶貝的一個支出上 這根本就是最低基本工資而已 最低基本工資 所以我們的最低基本工資 基本上應該符合最低的生活所需 這個才是符合整個社會的需要 但是企業就用這種方式去找漏洞 他可以掃繳勞見寶貝 那這種方式真正被剝削的就是勞工 所以我認為政府的沒有作為讓勞工受害 就以這個ETEC ETC這一塊來講的話 那麼多轉業的收費也 政府有辦法處理嗎 連這種政府打了合約 都沒辦法去保障了勞工 你寄望政府去做嗎 所以如同剛剛我們所提到的 勞工要爭權益要自己發聲 今天小花公在群創 因為他站出來講話 太陽花公在國家 把符帽擋下來了 所以不站出來講話 這個國家根本不會鳥你的 前兩天宋主席去宋席會 講了三大紀律我覺得非常的好 但是國民黨政府正好這三大紀律正好相反 第一個他完全不聽民意 第二個他縱容他的屬下 尋思苟絕第三個他只重視財團 我們看到了像郭董現在會這麼囂張 其實就是因為他敢大聲 你政府每次他一發聲你就屈服 所以這些財團根本不怕你 而且這些財團賺了錢 也不會用在勞工的身上 老實說一個月以最近台北市出的例子來講 那八歲女童二十的案子 一是二十的案子 他媽媽租個房子 一個十來坪的房子 一個月就要一萬兩千多塊錢 你房租扣掉之後你能吃什麼我問你 所以從這種生活的條件 政府再不重視 其實勞工的生活比這個還慘 這個鴻海算是已經中上階層的薪資的勞工 如果以一般中小企業來講的話 你要拿到這個薪水更加困難 今天這張薪資單子 真正印證了勞工的困境 也是政府應該來重視的地方 好那大佬他要補充了 我先回應一下陳靜民 以多報少如果是勞保的話 資方占便宜勞工吃虧 但是如果是健保的話 是雙方都占便宜 這個要分清楚 因為在給付是一樣的健保來講 我剛才講一些阿里不達的 就是說苦口婆心 我現在要講到重點 因為這一兩年大家都在講低薪 低薪低薪 那這個低薪已經很久了 開始的時候大家沒有感覺 現在才感覺出來 但是我必須講 剛剛有一個是說政府制定下的一個結構 我的看法是比較精準 是薪資跟通膨 你想我用通膨我不敢講物價 因為這通膨裡頭 物價有關民生用品的百分之二十 是貴的 所以我如果講物價 都要用台西 所以我講薪資跟通膨 政府是有意無意的 不管藍綠 都把它僵固在低檔 所以我們現在台灣人民 是用兩萬一 如果你說薪水用兩萬一台幣也好 你用GDP的話 剛好是兩萬億的美金 所以我這兩萬億都可以通用 是用兩萬億再過三萬八的生活 這是我們目前的狀況 所以你看到兩萬一 你很苦惱 非常的憤怒 但是你其實每天的生活 你是在過三萬八的生活 這樣叫恐怕大家還聽不懂 我告訴你 如果你要過三萬八的生活 也拿三萬八的薪水 你是在哪一個國家你知道嗎 在美國 這個叫大麥克一對一 但是如果你三萬八的生活沒有改進 但是你的薪水是四萬六 薪水很多 四萬六大家高興吧 但是你的生活水平還在三萬八 你曉得你在哪一個國家嗎 在瑞士 我們台灣尤其是獨派的 尤其是綠營的 一天到晚說我們的理想 是冬風的水水 冬風的水水就是拿四萬六的薪水 過三萬八的生活 這個道理在哪裡呢 我相信今天我們電視區前面的觀眾 大部分都聽不懂 這就給大家作為一個家庭作業 做一個家庭作業 回去好好想 那我可以補充說明 我補充說明 這個陳同學針對沈老師 所問的問題思考的答案 東方的瑞士可不可以成呢 目前為止有一個叫做新加坡的 這一個國家 他過去幾年來就學著瑞士 開著免稅天堂為業 然後免移證稅 所以就把一大堆瑞士銀行的業務 吸收到新加坡 所以新加坡國民所得 現在是五萬美金 全亞洲第一高比日本人高 第一個 所以新加坡快要變成東方的瑞士 但是台灣沒有變成東方的瑞士 這是陳同學第一個答案 陳同學第二個答案是 瑞士你仔細看 它有精密工業 比方說瑞士那些高檔的手錶 勞力士一支賣多少錢 我們台灣MIT的手錶 一支賣多少錢 那個毛利差多少倍 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 瑞士還有很好的醫療相關的產業 歐洲的天堂 它還有天然的什麼阿爾卑斯山的觀光等等 那台灣有沒有 那現在看起來是新加坡 有可能變成東方的瑞士 但是台灣快要變成新加坡第二 大佬你要回應啊 新加坡絕對不可能做東方的瑞士 它所欠缺的條件太多了 阿索德台灣做到瑞士了 等一下我還沒有回應 那台灣過去因為努力不夠 或是方向不對 所以呢 但是台灣的潛能 除了那個山水 我們比不上瑞士以外啊 其實我們是有條件的 好 回到新加坡 我告訴你現在新加坡是怎麼樣 五萬塊的GDP美金嘛對不對 他們過多少錢的生活你知道嗎 他們過五萬八 所以他還不算是好的國家 越進步的國家 薪水越是高 那個生活品質 那個能夠買到的購買力 是偏低的 美國剛好是一對一了 先進國家都是一對0.8 一對0.7 我們是1比1.8 我不聽我說 我們1塊 要可以購買 你曉得我們跟誰打平 你知道嗎 你猜得到嗎 我告訴大家 跟柬埔寨一樣 等一下啦 光請留意見 雖然我聽得是懂非懂 激進全部都不懂 但是有一個是有空間 回應沈大佬 就是我們的實際狀況 我們光是住屋的政策 跟人家不一樣 新加坡還有主屋 它八成以上的人 都是有房子住的 那我們光是薪水 三分之二都填那個洞 你光是這樣子 單去比薪資 我認為不公平 不是這樣啦 汪菁姐 你知一不知其二 我跟你講 今天我很有可能選市長 你想我的證件裡頭 我敢不敢提出新加坡的方法 一點都不敢 因為新加坡的方法 要叫非常多的公益基金 給政府 台灣的拉法性 是不幹的 但是台灣是不是能夠 把我們的生活水平拉到 有一天接近新加坡 是可以的 但是民情不同 國情不同 方法不同 政府也不同 我們政府跟人家政府也不一樣 你不選一樣來跟台灣 這就是統國在騙香蕉 陳建民也有意見 我們的政府根本就不敢 把這些大豪宅的 不敢把這些財團給水金 所以你說現在兩萬年 你過的是兩萬塊的生活 沒有 依次發就好 第一 第一 你看 我們現在的政府 大家要去價 你政府還不知道 何隆斌在說 第一心是果子 第一心是果子 用我們交的稅金 來追加預算給這些人 這個真是何隆斌的作法 他真的沒有辦法讓企業 拿出錢來付給勞工 增加他們的薪水 好難道 一句話就好 我跟他說陳建民議員 這就是我萬一三四點的政見 我給大家 我告訴你 現在我不會講 我這樣講 沒說到 陳建民議員 你等下來節目以後 我給你看裡頭 住宅政策的第二條 就是像富豪跟豪宅下手 我剛剛提到的就是說 我們新加坡就是有 就是年所得大概已經五萬美金的水平 對 但剛好前陣子我在出差當中出國去訪問的時候 我碰到新加坡的一群在trade 就是在通路上面工作的 是在看超市的一些新加坡的朋友 但是你當然會說 你們現在經濟環境都很好 你們的國民所得年收入都很高 但是回歸到 就是你知道嗎 上面有一個五萬美金所得的一個光環 但是仔細去看就會那個現象 就很像我們看到現在兩萬人的這張 這張薪水單一樣 就是說真正基層的生活狀況 他還是覺得其實 以他們在通路上面所接觸的民生老百姓 並沒有大家所看到的那種五萬美金 所得的一個光環 相較之下五萬美金所得的代價是什麼 他們你說 剛我們講住房政策的確新加坡有好的東西 我們可以學 但是整個國家的生活水平跟消費 其實非常非常的高 我碰到一些新加坡朋友跟我講說 在台灣雙倍以上 對 所以他現在飛個什麼時候嗎 他說他下次休假到台灣玩要來找我們 因為台灣比較便宜 我打個岔 現在這些人來台灣玩很像我們去巴厘島 就是真的啦 台灣巴厘島化 真的啦 香港人來台灣玩是像巴厘島 你知道香港來台灣自由行的套餐 是怎麼賣價錢的嗎 999塊港幣的零錢 來度一個週末兼自由行 還含機票 你沒有聽錯 有999塊港幣是要包吃跟包住跟包飛 我們廣告之後回到節目現場 年代向前看 向前看年代 我們今天向前看 這個梁小花救了群創基層的員工的低薪 至少某一些狀態像他改善了 他們普遍平均加薪是有一成以上的 那台灣社會能不能有更多的梁小花們 現在金管會想要做梁小花的工作 金管會說他要公佈低薪的公司 那這個東西真的公佈得了嗎 金管會的標準又在哪裡 我們再看一下下面這則報道 勞工朋友每天工作超過八個小時 薪水卻只能勉強糊口 金管會正在眼裡公佈100家高薪公司 同時也要公佈最低薪的三家 但金管會這項全球首創的規劃 卻引來各界批評 我覺得其實任何公司在中華民國 應該如果說符合最低基本公司 其實符合資訊揭露的這個部分的話 我覺得其實公佈也無妨 但如果這個因為個資或是因為其他的部分 我覺得其實這部分可能就要仔細的思考一下 我們是不是也應該要公佈最差的嘛 讓大家看得到這個到底是哪些公司 對員工最不好 資訊揭露資訊公開 我不知道這個有什麼不對 畢竟薪資結構是各家公司的內部事務 牽涉公司營運 但由官方的金管會來推行 好像把低薪的結果推給民間公司 忽略了大環境 學者也批評如果沒有違反勞基法 卻把低薪公司揭露出來 可能會讓企業貼上負面標籤 政府救經濟卻老在民間公司打轉 怎麼不想想辦法先拉高整體經濟環境 記者高培藤呂培君台北報導 好 朱學生同學 我們講到說這個梁小花 他救了群創的第一層 至少大家加薪一兩層 那金管會想要做台灣的小花 這個最好全台的低薪公司 他都認真可以好好的查一查來加薪 不過好像反應不到 應該這麼講 現在低薪議題其實確實台灣很多地方 是有錯誤的 但是我們最害怕的就是這種 豬一般隊友忽然出來湊熱鬧 也就是很簡單 基本上低薪是勞動相關的議題 跟金管會到底有什麼關係 那金管會你要查 你也只能查公開上市公司的資料吧 對 那你並沒有像勞動部一樣 你可以去做勞檢 那講明一點 那你公布最低薪公司 請問有包含那種南部飲料店 一小時是給你85塊嗎 是給到80塊 你有給這種 南部飲料店是給這種行情嗎 對 因為他問你說你要不要來不來 算了 對 那其實真的就是 我們這樣講好了 你知道以前我調查一個資料 後來想到說 每次拿福帽裡面成功的台商案例 我都很想要跟大家道歉 為什麼 85度C 然後什麼 賣育園的那些單位 都是在台灣出包了 出包之後逃到大陸去 當年是怎麼樣 85度C是公讀生薪水 全部 所有他自己講說 非執行店幾乎都違法 都給他85塊以下 然後被大家抗議 然後最後才說 那不行 我們就收回來全部執行店 結果被他做起來了 我覺得現在的問題是 台灣到底有沒有辦法 讓那些給低薪的公司 受到不管是社會道德 輿論上的批評或是制裁 但不是金管會出來公布 因為你能公布的不是真正的資料 你公布的只是上市公司 你手上有的公司 我跟你講 如果同意要公布的話 國稅局出來公布 財政部出來公布 你拿到才是真正完整的資料 你甚至可以公布一個低薪地圖 就是他不用公布個資 他就說我報出來的這個稅收 在全國各區到底哪些低 那你公布這個總比金管會公布要好 那我拿一個天下雜誌 去年做過的資料給觀眾朋友看 天下雜誌追蹤了一大堆上市櫃大型企業的財務報表 然後從他們的稅前所得跟稅後所得 換算他們的實質稅率 結果算出來偽創是0% 聯發科是2.2% 當然其中一個很大的原因是 他們有一些獎勵投資抵減 所以他可以抵稅 所以使得他的實質稅率普遍偏低 連電只有0.3% 我再往後給大家看通通都是大型企業 台數台化其實平均只有5% 台積電是7% 然後這一個台灣大哥大華碩有11% 可是普遍平均來講 他們的獲利數字都是一年數百億 可是他們的實質稅率 有這麼多大型的企業是低於10%以下 我再給大家看 你意向左極引所稅的稅率應該是17% 可是不是即使是鴻海 鴻海的實質稅率 因為他有一大堆投資抵減 所以他到目前為止的實質稅率是12% 這個是整個鴻海集團的上市貴公司 然後宏達店也只有13% 當時天下查志為什麼要做這一個相關的調查呢 導播我們再給完整的鏡面跟資料 因為天下查志提到 銀索稅下降到17%之後 台灣的很多稅收基礎 再加上一大堆的投資抵減市的很多賺錢的公司 他繳了相對偏低的稅 那大佬所以這裡頭有很大部分是要稅制的改革 那當然還有說 因為我們的政府真的是怕財團 而且認為對財團的依賴度太高 所以也動不得 這個其實然的是這樣 綠的也差不了多少 所以我才講說這個是 這個部分我是同意學運要出來做 但是學運現在搞錯了方向 那我認為現在就是說台灣的資產淨資產 尤其在個人名下的其實非常有錢 台灣說是坐在一個金山上面的乞丐 所以政府應該想辦法把它移動一下 讓那些現在馬上需要錢用的人 你給他的話 這個才能夠點火 才能夠填這個柴油 這個整個經濟才能夠振興起來 但是我們的政府 我跟總統都講過好幾次了 我跟那個部長都講過好幾次了 他們說你的道理非常好 我們回去照這個方向去做 結果只做我建議的二十分之一了 那鴻衛 台灣社會這些年來真的是 普遍大家的印象就是土利財團 而且越大的財團 他腳的稅率越低 那這是天下雜誌比對 稅前稅後的財務報表 這絕對是正確而且公開的資訊 但是這是去年當時的年度的 偽創都還針對這個新聞出來公開說明說 他們當年因為有投資優惠比減 那可是我陳寗官五月份要繳個人鎖的稅 我就沒有投資優惠比減對不對 黃邦勤就沒有投資優惠比減對不對 神大郎你的通告費也沒有投資優惠比減 我們鎖繳的稅率 我講我個人 我個人鎖繳的稅率 都比你檯面上看到的稅率這裡高很多 那我其實有一個很大的覺得遺憾 台灣這一些企業每一個都賺錢 你剛剛看到的每一個的年度獲利 都是數百億以上 比較會賺錢的比方說是這一個 如果是宏達電這一種 或者是鴻海這一種 鴻海連續九年 它的獲利都是千億 那千億的獲利對照的稅率是這樣 其實我們在講 所謂的社會資源分配 非常重要的就是租稅手段 但是其實我們在這個節目之前 我也跟神大郎講 我說租稅應該是兩種 一種所謂的量能科稅 不管是企業或個人 就是你能力越高的人 你應該就是說 你的可以貢獻越多 可是現在我們的整個租稅政策 是反過來 反而比如說以企業來講的話 一般的中小企業降到17% 那個時候是非常大的降稅 可是如果你去看這些 上市上跪的大財團 它因為有很多的投資抵減 或者什麼它的研發 自動化等等 反正那個稅率 有的你說這個還是有零稅率 有的還政府倒貼給錢 以前我們在跑 我們以前跑財政部 那個什麼促產條例 講頭條例 永遠借私還魂 它永遠延續下去 最後政府還要退錢給你 還要退稅給你 所以我們一直沒有做到 量能科稅的部分 所以使得我們這個社會 不管在企業或者個人 富者越富 貧者越貧 貧者越貧 我們像以個人來講 資本利得也是不科稅的 所以你靠錢去賺錢的人 它幾乎它的稅率是很低的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上班族 你一毛錢都跑不掉 所以我們現在的租稅政策 其實我們這十幾年來一直在喊 稅改稅改 租稅改革 但是每一次我必須要講 我過去的經驗跑所有的財政部長 每個人去碰稅改 尤其是加稅 最後都死得很慘 最後都死得很慘 我那時候像劉英偉跟他講說 你要搞正所稅 等到真的實施的時候 你已經會不在位子上 他就相信 就還是這樣 可是我們今天來就數字論數字 就當年其實林全提過一個最低稅負制 我簡單用一個數學上的概念 剛剛沈大佬講 大家真的要學好數學 我也真的覺得大家要學好數學 比方說中華民國稅制可不可以要求 獲利百億以上的公司 你最低稅負就10% 可不可以 對不對 你獲利百萬的人 你的所得稅率大概也要10% 對不對 年所得百萬的 中華民國的相關的營所稅 可不可以針對特別賺錢的大型企業 來進行這樣的科稅 可以 我想請問 如果是這樣的話 像剛剛講的朱立倫 其實有關稅負的部分 其實你知道金管會去做這個 其實是不務正業 因為金管會金融監理都做得不好 但是我覺得對於我們的政府來講 比如說你跨企業的 你獲利到一定的公司 比如說你對於股東的配股 比如說你賺很多錢 但是你對股東很小氣 我不願意配股 還有一個就是你賺很多錢 但是你不願意回饋給你的員工 你的薪資還是壓得很低 我覺得政府可不可以做這樣的研究 是可以的 你公布這樣的數字 我認為是可以的 我都可以算數學給觀眾朋友看 我們再以這張板子的數學為例 獲利百億以上的 我們可不可以設一個門檻說 你最低稅付你就是給我10% 我管你哪個產業 你可以賺100億的你絕對是大咖 你絕對不是中小企業 可以對不對 那我如果要給你投資抵減 我可以說來 你的員工平均加薪10%的 我給你稅付減10% 或者減1%2% 我可以給你一個遊戲規則的改變 可是光綺台灣社會是 一向犧牲中小企業 然後成就這一堆大財團 偏偏這些大財團的有效稅率這麼低 其實我不幫鴻海講話的原因 你按照我們的資料 連續9年才連全國營收最大的企業龍頭 就是鴻海 對 那營收王又是鴻海 而且排名前十大的裡面第一名 那剛剛林官講到 你沒有 我也沒有 他 大家沒有的原因是說 你們這些大老闆 你們吃喝拉撒 你們全部可以打到 你們的公司帳裡面去 你們可以抵稅 加上你們擺房子 你們如果有法人脈 你們還是可以非常低的稅 所以最大的問題就是在稅改 這一次我們這個政府 馬英雄上台有 你剛剛小大老闆說 民進黨也是一樣 那你馬英雄改了沒有 六年了 還剩下吃138天